258-1 中國經營報 胡雪酒華杯中影像篇 2015年7月20日為及人生E.07胡考證 根據丹麥女作家伊薩克迪納森的小說改編的電影The Badass Feast 榮獲1988年第六十屆豪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大獎 並獲得1987年第四十屆格納電影摺天主教人道獎 以及1989年第四十六格金球獎最佳外語片題名 我當時就是衝著這一場的榮譽看的這部電影 不過說真的 電影的前二十分鐘低沉的讓人碎耳狠 我不得不一片片提醒自己比較高的文藝片都是這樣的 才堅持看得下去 事實是 看完之後真心覺得這是一部不錯的電影 情感 信仰 愛 都用密細無聲般地融合再一起 連這梅花皮巴貝特為大家準備的食材 所驚到後的矛盾衝突都處理得那麽溫怨有愛可見導演是一位溫暖的人 故事講的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 在丹麥北部的一個與世隔著的小村莊 一對天主教徒的姐妹花馬蒂鬧和菲麗柏 在做牧師的父親的引渡下 平日女心居簡出 並且不惜犧牲愛情 全身心地獻身於宗教事業 在二姐妹沉患的生活了 很多年以後 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期 一個由巴黎被亂而來的女子巴貝特逃到了小政 經過真經的歌唱家朋友的書信人戰 好心的二姐妹收留了她 新世神秘的巴貝特就這樣留在了小政 安靜的事奉著收留她的姐妹花 當巴貝特和姐妹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幾年後的一天 她突然幸運地獲得了法國巨額彩金一萬法郎 為了回報者對好心的姐妹 巴貝特決定在兩姐妹父親的寄神時親自長處 用巨額彩金為村民奉上一場正宗豐盛的法國大餐 這場價值一萬法郎的法式大餐 不但征服了小政上的村民們 還征服了見過世面的將軍 更是征服了當時世界影壇和全世界的吃 成為至今都為美食愛好者們 信奉的一部高逼格的飲食電影 據說現在一些西方的頂尖餐廳 還會有人仿效者一些菜式月配酒 帶領韜客重溫巴貝特的盛宴 還記得有一年在巴黎的時裝周 某珠寶品牌為彰顯自己品牌的奢華品為 主秀當天晚上的嘉賓晚宴上 正是用了巴貝特的盛宴 這場號稱在法國大革命前期都要 價值一萬法郎的盛宴 放在今日更是奢華都無法想像 只記得當時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就蒙生了留在法國學習法式大餐 當個像藝術家一樣的廚紙的衝動 並且這個衝動至今還在有效期內 所以,吃貨們,帶領們長長見識吧 從Montelaro雪梨酒配海龜湯開始吧 首先,我喝過Montelaro雪梨酒 既沒喝過海龜湯 所以我們先從酒開始說吧 雪梨酒Sherry是一種來自西班牙西南部的 加強酒Futified Wine 歷史上著名的大文豪沙士比亞就是雪梨酒的忠實粉絲 因爲認識雪梨酒的人都會知道大文豪 爭對他的讚美絲裝在瓶子裡的陽光 而我曾經也是因爲這句話 及我和好朋友一起合作的葡萄酒文化工作室 取名叫典藏陽光的 因爲在葡萄的成長過程中 陽光和雨水一樣都是生命的根源 而雪梨酒因其是加強營葡萄酒 所以酒精度高於正常葡萄酒 酒精濃度大約是十七百分之百分之二十 所以入口更是溫溫暖暖的感覺 如同裝在瓶子裡的陽光般 讓人心情愉悅 相關專注Sherry一書作者 Julian F.曾經在書中寫道 大自然謀似對Jeras產區的酒農門很慷慨 但這種慷慨是有代價的 因爲雪梨酒是一種無嬌又頑固的酒類 直到它結束那擁場而複雜的陳年過程 也沒有人可以斷定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種不定數讓人肯是煩惱 要知道世間有數不盡的雪梨酒類型 且沒有任何兩桶雪梨酒是完全意義上的一模一樣 是的 沒錯 雪梨酒是一種無論樣做還是陳年都很複雜多變的酒 所以學到一款心儀的雪梨酒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不幸 幸運的是在數不盡的雪梨酒中你遇到了它 不幸的是以後可能再也不會遇到一模一樣的它 這種絕無僅有的香氣或許酒是一種魅力 雪梨酒按其陳年的時間或糖分的含量分為很多種 一一介紹我得出本書才行 所以我們只了解一下影片中用來配海龜湯的那種雪梨酒 使用Pelomino葡萄 西班牙特有的一種葡萄品種 讓造而成 是一種陳花 在橡木桶裡存放的時間 其交場的純酒 酒靈在十至十五年之間 酒體和顏色介於Phenovolerazo之間 一般會呈現出咖啡色或深苦拍色 口感是半乾營的 比乾營的酒多了些甜甜的奶油感 有時會帶有瓶子和煙草的香氣 搭配雨是不錯的 溫度為十三攝氏度左右的情況下 搭配海龜湯當作開胃酒 確實是肯逼出身材的設計 下次出海的時候 渣子海龜回來試試 你是不是也這麼想的 而對於這樣的夢想 我一向是肯認真的哦 我們很快要來吃 恭喜你 我們會否加一般 可以說明一下 一般的原因 我們會不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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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看